西方史学史1895年 美国创办了美国历史评论杂志 特别要提出的是此时历史小说 风靡一时 成了这一时代的重要文化特征 卢斯科特的历史小说相当的盛行 既影响了文学 也影响了史学 19世纪40年代 马克思恩格斯创办了维吾史学观 各学对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说是历史学发展竞争中的一次重大的改革 要把历史学引向科学和正规 在史学理论和方法上构建出严格的科学体系 对此马克思主义史学 及其史学家们肩负着艰巨的使命 任重道远 历史总是可以从多种角度评价的 但无论有人们从别的角度来评价 拿破仑于1806年耶拿战役 我们都会